女士现在居住的地下室 空间狭小 环境阴冷 和她曾经的居所有着巨大的反差 但是只要和刘先生在一起 她都心甘情愿 2006年 她通过网络结识了刘先生 那时她拥有安稳的生活和成功的事业 但是为了刘先生 她放弃了自己所拥有的一切 跟随刘先生远走他乡 因为那时她认为 自己终于找到了寻觅多年的真爱 然而满心以为从此会过上幸福美满生活的她 却做梦都没有想到 生活却从此陷入了命运的深渊 一条短信 打破了她对于未来的所有憧憬 从那条短信来了以后 我们的正常生活 我们的甜蜜的 所有所有的一切 全部打乱了 对我来说真是一个晴天霹雳 觉得好像一下空白了 你在什么时间收到了一条短信 09年6月4号 这条短信是别人发给你的 还是发给你男朋友的 发给我男朋友的 这个短信的内容是什么呢 内容就说 我跟孩子过得很苦 如果你要养孩子 我就同意跟你离婚 那也就是说 在这之前 你这个男友有家庭 我不知道 你根本不清楚 我不知道 男友从来没有跟你说过这件事吗 没有 从来没有 你当时见到小短信以后 是不是都懵了 还是认为是发错了 当时就是有点懵 然后我那个房东说 你别着急 也许发错了吧 因为姓名不一样 什么叫姓名不一样 就是我男朋友跟我说的姓名 和那个短信上的姓名 不一样 因为孩子的事通的电话 通的电话 他就知道我电话号码了 然后结果就把短信给我发过了 你男朋友回来之后 你找他求证了吗 求证了 他说这个事情吧 他说我给你解释一下 是我以前的一个女朋友 那是谈了一段时间 然后呢 就是我们俩就分手了 分手以后呢 他说过了几年 他带着一个男孩 到了找到他们家 说这个男孩 是他的孩子 是你男朋友的孩子 对 我说是不是你的孩子 他说不是 他说他没有家庭 因为我们俩从一开始认识 他就告诉我他没有家庭 你相信了吗 我相信 因为我觉得他不会骗我 我们俩在一起两年多了 因为毕竟得到了嘛 就不想再失去我 当时你对他说的一切 都是毫不怀疑的 对不对 因为从我跟他在一起吧 我觉得他不是那种人 后来证实他说的是真话吗 就是有一次我们俩 就是为了结婚吧 我们俩大吵了 吵了以后呢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过去 给那边的那位女士 对 这个电话号码 是一直深藏在你心中呢 还是你把它记了下来呢 我看完这个电话 我就记下来了 因为我不知道 我有一种感觉 有一种不好的感觉 但是我不知道这种感觉来自哪里 你只是当时不愿意承认 不是不承认 因为我不相信会有这种事情 好 你打了一个电话 对方接了吗 接了 接了我就问他 因为他跟我说这个人的名字 又是另外一个名字 我就问他 我说你是沈县人 他说不是的 他说他姓唐 他一说这个名字 我一下就好像就 心里就咯噔一下 他跟我提过 他说这个人是他的同事 然后我就问 我就把我现在就是这些恋人的名字 跟他一说 我说你认识他们吗 他就把他们家的事情都跟我说了 他当时怎么说的呢 他当时说 实际上他并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人 他从来都不养家 不管孩子 不照顾老人 他说我从18岁跟着他 那时候他说我们一张饼 掰成一人一半 我们都过得很好 就那天开始 我才知道他有家庭 那时候我口袋只有三块钱 打电话根本就不够那么长时间 然后他在说 我在听 然后我说我们俩见面吧 他行 然后他一会儿又说 我不跟你见面 我说为什么呀 当时电话就断了 因为我没有钱了 就没打完这电话 那天是下着戏 心里面特别难受 我觉得他不该这样骗我 而且对方所说的这些话 跟我跟我男朋友在一起的 这一切一切都不一样 我眼中的他不是这种人 完全是两个人 对 时间像是吧 我把事情想成简单化了 老是从想象到想象嘛 就是你们第一次通电话 对 后来有通过吗 没有 再没有打过吗 没有 你没有回来再向你这个男友 再求证一下吗 求证我就回来 回来我说我想回家 因为那时候我觉得我特无助 我想我的父母 那时候他在拉着我 他就跟我把这些一切一切都说了 当时就觉得完了 因为事情败漏了嘛 败漏了可能就无法挽回了吧 他真的是结婚了 对 有儿子 对 他离家已经四五年了 他说那时候他认为 就是婚姻法上有一条 说分居两年就可以自动判离婚 他说在这期间他一直跟他的协议 我跟这个前妻啊 就是感情道理一定承受了 就是在分居前 应该自然而然的 好不离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你认为他没有跟你合盘托出 或者说你有没有问过他呀 毕竟你们都不是二十岁了 很问过 嗯 他怎么说呢 那时候我们俩刚在一起 其实我就问过他 我说你到底有没有家庭 因为我是离异的 嗯 我说我第一 我不想当第三者 嗯 我不想去破坏别人的家庭 如果你要有家庭 你也告诉我 他说他没有 我说为什么没结婚呀 他说年轻的时候贪玩 嗯 等到上了这个岁数以后呢 他不想就是轻易去找一个女人来结婚 而且他也隐瞒到了那个孩子 对 在谎言的延续 你愿意告诉我 你大概多少年龄吗 我43岁 你认识这位先生的时候 是06年 那也就是说36、7岁 对 来帮我们推一下先生的话筒 先生你好 你好 当时你真的是像这位女士 隐瞒了一些生活中很重要的事实对吗 没错 是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谎言吧 是从我们俩刚相识的时候就已经确立了 但是一个谎言就需要另一个谎言去支撑 支撑 所以就是延续了无数个谎言 你累不累啊 那个过程中 那肯定累啊 夜里都睡不好觉 可是你想想啊 你这个年龄了 如果就算你说你有一个儿子 也不会影响你们的感情啊 毕竟他也是有过婚姻的人啊 这个就是说从初期吧 开始啊 就是说我们俩刚认识到那时候吧 在网上嘛 并不谈论到婚姻的问题 所以就是说没有必要 就是说把真实的情况全告诉对方 然后等真的认识了 发现有感情了 你又想说说不成了 对 就是好像又说不出来了似的 那你有没有想过 有一天支撑包不住火怎么办 因为那时候吧 我想自己能把这事情解决了吧 搞定 然后再去跟他去解释这样 而且感情越来越深入 你越来越不敢说了 对吗 对对对 所以说成了我的压力法 就是越来越重 到后期就是说 因为他毕竟已经出来好几年了 他一直追求的就是一个 稳定的婚姻 一个安稳的生活 但是我一直没有给予他 所以他就是说 情绪吧 越来越暴躁啊 越来越歇斯底里 现在也是吗 尤其最近比较严重吧 我想先请我们现场各位的老师 对我们刚才讲的这一小段故事 有没有一个自己的想法 撒谎是天性当中的一部分 嗯 每个人都有撒谎的经历 但是在生活当中 把谎撒到这样危险的地步 并且长时间撒谎 我首先特别理解这个男人当时所承受的压力 但是如果我们对这个男人有理解的话 那我们应该把更多的同情给这位女士 因为这位女士承受的痛苦 实在是生活当中不应该承受 也是不能承受 嗯 撒谎呢 他肯定是为了获得自己应得的那个利益 获益 对获益 他一定是要获益的 嗯 但是呢要想圆谎 的确像刚才那个先生所说的 一个谎言背后要跟着十个谎言 然后把这个谎言遮住 但是一旦发现后边那个谎言又被察觉 那再找可能五十个谎言来遮掩他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其实我觉得这个谈恋爱的时候 谁都会撒点谎 因为为了上自己看起来更高大 更这个完美嘛 很多人可能都会用一些小谎言去欺骗对方 因为我想让你更迅速的爱上我 但是我觉得这个谎言撒到什么程度是很重要的 包括我们现在可能很多男性 他虽然还没有离婚 但是可能处在这个离婚的这个边缘 他会骗这个对方说我已经离了 因为他觉得说我肯定会离的 我觉得这种谎言我倒能理解 但是我特别不理解的一件事 一个人竟然能够把自己的姓名都撒谎 我觉得这种谎言其实是挺少见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点问题上 是我对这个先生最有质疑的 其他方面我觉得人之常情 他都会有一点点的不自信 但这方面我是要对他提出质疑的 我更想把注意力放在这位女士身上 男人行骗 往往可能跟这个就是财色什么这些事情有关 其实他就是想在情感这份利益上 就是多吃多占 有这样的心理 这是好多就是不道德的男人持有的一种心态 那么这是男人的问题 但是女人呢 其实有时候女人就是容易陷入一份感情 容易被男人说的我爱你啊或对你好啊所打动 然后使得自己呢本来应该存有的那份戒备 或那份对自己的保护能力丧失了 所以我更想提醒好多女人尤其是年龄偏大一点去谈恋爱的女人 一定要小心 就男人有的时候会因为这些事情 他说一些怎么说不应该叫善意的谎言 对这位先生来讲 就是说你这个谎撒到什么阶段算善意的 到了什么阶段就非善意了 那么我们认为如果像这位先生所辩解的 最开始是一种善意的话 那么到两人真正要走到一起 那个时点应该说实话 而这位女士对这个先生的真实情况 完全不了解的情况下就走到一起 我个人认为恐怕也是我们应该引以为训的这样的一个事 你能保证自己现在了解的都是真实情况吗 对 你为什么可以这么肯定的说对呢 因为从去年的四月份 他起诉了 而且做的每一件事情他都带着我 也就是说他其实也在尽力的向你证明 对 或者说其实你们感情真的不错 对 当时法院怎么判的呀 到九月份法院一审下来不予离婚 我们俩一块去拿到判决书 就不管怎么说吧 我刚才改天有个交代 他说事与愿违啊 他就说 心情特复杂你知道吗 嗯 然后他看我不太高兴 他说我跟你说一件事 他说他得了甘福水 就是说那边的那位女士生病了 对 我说我不相信 我觉得他又在骗我 嗯 然后他说咱俩一块去医院吧 我们俩就一块去的医院 嗯 拿到了这张化验单 这张化验单上显示那位女士真的得了重病吗 是啊 为什么要你们去取这个化验单 因为可能就是我现在男朋友他想给我证明 他确实生病了 那时候呢就好像我们俩的心吧 都随着他已经开始就随着他的病情开始走了 就想不到我们俩之间的事情了 嗯 他去看他 我们俩没钱 他到处筹钱 想给他 多少愁一点是自己的心 嗯 但是仅仅的凭他自己出去打点零工 挣点钱 除了我们的生活费真的没有 没有什么钱 我实际上不希望他有什么事 就说哪怕好喝好散吧 就说以后因为有孩子嘛 就成不了风险 可以成朋友 十月份就说 他就回老家了 他是指 他前期 然后就一直在就没有他的消息 这期间我男朋友也打过电话 到了十二月中旬 那天我男朋友出去干活 回来以后告诉我说他死了 这个前期去世了 当时他跟我说完以后 我大脑就空白了 瞬间就空白了 我不相信 我觉得人的身份没有那么脆弱 我们都是同岁 我们三人同岁 你的男友当时回去看了吗 没有 没有钱 没有人告诉他 就是他 其实他是十一月二号去世的 十一月二号就去世了 对十二月份他才知道的 那也说明在女方的家庭中 他们已经没有把你男友当成是家人了 对 没有人通知他 因为当时他病的时候 我的男朋友就告诉他们家人 说我的手机二十四小时开机 有什么事情你赶紧给我打电话 实际上从他病 他每天都睡不着觉 我能看出来 人迅速就消瘦 然后头发 就白的特别多 所以我们俩都是在一种折磨 你知道吗 我也是满头白吧 他也满头白发 都睡不好 那时候我也跟他说过 我说你没事 你给他打打电话 他说我打电话说什么呀 我说哪怕你就安慰他 安慰安慰他 到最后如果走到哪一步 他不会 你不会心里有遗憾 来帮我推一下这位先生的话筒 先生你好 你好 这件事情你是在12月中旬才知道的对吗 12月中下旬吧 你是通过什么渠道知道的 实际上就说在那个11月初的以后吧 因为我就知道我前期的一个电话 就是他的手机 我一直在给他打电话 但是他一直在关机 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事 但是到那个12月中下旬那 他们家人突然之间到我们家去了 然后就说他去世了 但是我就觉得好像特别特别 就是说不可理解似的 我说那个他去世应该有那个什么死亡证明吧 他也没有拿来 没有拿来 但是说把那个医疗费的单子给我拿出来了 刚好说花了十多万吧 就好像就是来要钱来了似的 你们俩在一起结婚多少年了 十七八年了吧 后面多少年感情不好 大约有十来年 你觉得你们感情不好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感情不好的主要原因 实际上在我们结婚初期感情是一直不错的 一直不错 但是后来吧 就是说怎么说呢 那时候我那些朋友跟我说吧 说北京啊 就是一个黑龙江住京办事处 就是我们家 就是说一年吧 要不来个十几回人吧 那都算白过 就是接长不短的就来人 两天把扛一脑袋就来吃来了 吃完喝完扭头就走 临走的时候还得大包小包拿着 因为那时候我的家庭吧 就是我一人在挣钱 那时候实际上那时候的工资并不低 在九几年的时候我一月能挣个两三千块钱吧 那很好了 但是说你也受不了这种压力啊 我就跟他说 我说适当的时候是不是可以 就是说直系亲属可以到咱们这来 像什么村里的乡里的就没必要说 直接到咱们这来 所以矛盾就从那时候开始 慢慢的逐渐积累起来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啊 有矛盾归有矛盾 他生病的时候 在北京住院的时候你去看过他吧 我看过 他当时跟你说什么了吗 他就说在当时来说 就是一心想把这病治好 还想活着 因为他说毕竟还有个孩子嘛 你的孩子一直跟着他的妈妈对吗 对对对 跟你现在联系多吗 基本上没有联系吧 那你不觉得你这父亲做的也有点 是不称职 但是那孩子吧 属于比较就是可能受家庭那个影响吧 对你很排斥 他的性格比较内向吧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说他跟他妈过这么多年吧 就好像应该是 就他妈言传身教吧 就告诉他我的什么所谓的种种略迹吧 什么不管家呀 什么这吧 那个吧 这好像这孩子对我现在好像特别特别排斥 人有的时候生命真脆弱 对 这件事情之后 我们一圈下来 不管怎么说 我觉得 人已经走了 活下来的人我们还要继续好好活下去 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尽力去弥补他的家庭 尽力去照顾这个孩子 然后我们开始我们的生活呢 实际上 当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吧 我觉得我是无辜的 他妈我就这样拽进来了 拽进到这种 这种不道德的这种一个角色当中 让我扮演了一个第三者 我有一种罪恶感 嗯 我觉得是我把他害死了 如果没有我的出现 他会不会不会是这样的 嗯 我也是个女人 真的我跟现在我男朋友感情很好 嗯 我们两个人 怎么说呢 从性格 从脾气 到对事情的一些看法 都很想象 现在这种过程吧 对感情的伤害挺大挺大 因为我们俩走在一起吧 说实在话 真的很难 嗯 他不是那种 善于言谈的男人 不是那种说我爱你啊 或我怎么着你 我喜欢你 他不说这些 嗯 他去做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我再看 你要说他是一个花心的男人 我不承认 嗯 他不是这个 他很善良 你知道吗 你讲一件小事好吗 08年我们从我的家乡出来 我们俩到了成都 那年刚好赶上打地震 嗯 虽然我们在成都 但是也感觉到了 很强的震感 很强的震感 那时候我们俩是到那儿去做这个浴室生意 我记得地震的第三天 他去结货款 两万三的货款 他只给我拿回来三千块钱 那是我们到那儿去做的第一笔生意 嗯 然后拿了一个捐款单 红十字会的捐款单 两万 嗯 他说我没有跟你商量 他说我把这个钱捐了 你很感动 对 挺感动的 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俩是06年 在网上认识的 认识了有两三个月吧 我们就开始通电话 通了一年的电话 然后才见面的 对 所以你们有良好的感情基础 对 那个时候 你在跟他聊的时候 你已经离婚了吗 那时候我还没有 嗯 已经就说 对方已经提出来了 嗯 你觉得你是为这个人离得婚吗 有这个因素 嗯 如果我要靠着我不离 可能还能耗几年吧 嗯 但是那段婚姻 也的确也不行了 是吗 对 孩子呢 孩子 甚至跟他爸爸在一起 嗯 你跟你的孩子联系多吗 多 我们经常打电话沟通 嗯 哎呀 这些事 把自己的生活 一下就全部改变了 对 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顶了很大的压力 那时候我的父母 我的同事 我的领导 都不让我跟他在一起 女人跟他到北京 没有亲人 没有朋友 什么都没有 嗯 然后社会特别恐 就是 准化 当初他会有放弃 顶了 现在 所有我不想放弃 有点感情 原来有非常稳定的工作 对吗 有很好的一个社会关系 嗯 相当于跟着他以后 你要完全过一种漂泊的生活 对 你知道 我 你坐在我对面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想那句歌词 叫什么 为爱走天涯吧 算是吧 女人就是这样 爱上一个人以后 就会不顾一切 其实 按理说 像我这个年龄 不应该 犯这种 这种错误 嗯 毕竟不是小姑娘 你认为这是个错误吗 但是 我觉得 实际上我心里面压力就特别大 特别特别理解你 你想想啊 深深的爱上一个人 不顾一切的为了他抛家舍业 您这才叫抛家舍业呢 对不对 对 然后跟着他一块走天涯 不管今天我们过得好与不好 中间发生了那么多事 你突然发现这个男人 原来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个人 然后莫名其妙 他出了一件事 最关键的是你内疚 一个女人 他可能本身身体不好 但是因为这些事情 你会认为你的责任很大 对 前妻去世已经有几个月了 你们对未来怎么看 我不知道 实际上我很想跟他牵着手走 走到最后 你想跟他结婚 但是我现在吧 心里面整得真的很 很乱 嗯 因为现在时髦一点的话 说得我很纠结 他现在好像给我的一种感觉就是 他说什么我都不会去相信 每当他说一个话 我都要先打一个问号 如果说我们俩以后往后走 他每说一句话 我都要去证实或者打一个问号 是不是会伤感情 嗯 至少杀我对他的感情吧 我觉得应该对他的负责到我自己的 但是说 这种感情吧 反正到现在淡化了许多了一点 所以你今天来到这里 是需要我们帮你理理这事对吗 对 看看接下来该怎么办对吗 对 是挺纠结的 每一个人在讲这段心酸的故事的时候 其实他会牵扯非常非常多的东西 嗯 但是我相信 当您决定放弃原有的 您所拥有的那份工作 以及家庭的时候 这个男人就是你的世界 他走到哪里 你的家就安在哪里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你发现问题全出来了 一方面 我相信你原有的状态 应该是不错的 但是今天的生活 跟原来有很大的差距 尽管这些仍然没有对你 对这份爱的执着的追求 但是那份欺骗让你有了寒心 是吗 嗯 我觉得还不光是这个欺骗的原因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可能生活当中很多类似的这种情况 如果那个前妻非常的强悍 或者说找您找上门来闹 可能这位女士 目前的这种状态 没有现在这么糟糕 但是我觉得她目前这种状况 不光是恨 而是纠结于一种内疚感 因为她在一个 我认为是不恰当的时机 离开了你们的生活 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许您之前对她是有反感的 您是希望他们能够尽快离婚的 但是在这个节点上 她去世了 其实对您来讲 是属于一种心理上 没有得到一种全然的释放 您就觉得说 我是不是抢了她的幸福 所以我觉得可能说 作为每一个女人 不论是她处在何种境地 在这一刻 其实每个女人心里都是很软的 所以我相信 您可能对于现在男友的那种不信任 更强烈的还有一点 是来自于她的前妻 她的那种令人同情的那种结局 也是加深了您对男友的那种 不信任的感觉 其实每一个人都是社会中的人 社会生活强调的更多的是 规则与道德感 所以说你们这个爱情的游戏 暂且称为游戏 实际上是违背一种规则 同时是违背一种道德感的 这样会给两人无形中 增加了很多的压力 而这种压力 随着你婚姻的解除 似乎释放了 但是你忽然发现 她还在婚姻中 所以这个压力 始终伴随着你们俩的恋爱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男人为了减缓压力 可能就会出现一些谎言 那么就丧失了你对他的信任 又由于妻子这种不信的去世 人心都是有柔软的那一块的 所以你们就会觉得说 是不是很对不起这位王妻 然后很对不起你过去的家庭 那种道德的纠结感 会影响你们现在的爱情 这个时候又有一个谎言在那摆着 那么一个爱情没有得到手的时候 拼命想得到 当近在咫尺 你们可以现在坦然的结婚的时候 人的道德感浮上来以后 忽然觉得 这个现在即将到手的东西 不是那么好玩的 我从这位女士身上看到的 更多的是善良 因为在我们生活中 这样的例子也不在少数 但她这么自责 觉得她男朋友前妻的死亡 跟她有很大的关系 其实我们作为旁观者 我们知道 这个事情其实并非如此 我个人认为 你没有责任在这件事情上 做错了的 如果再说重一点 做得不道德的 不是你 是你这个男友 但是你的男友 刚才你讲说的故事 我又觉得 它是个很矛盾的一个人生 我想了两句话 第一句话 一个不花心的男人 却骗了一个深爱他的女人 第二句话 一个痴心的女人 却不信任爱他的男人 非常对 两个女人 对同一个男人有感情 这两个女人是水火不相容 这是感情对感情 但是当感情和生命 死亡放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发现善良的人 都会选择宽容 所以在今天 这位女嘉宾的身上 我们看到的是 你特别的宽容 人性温暖 只是心里边呢 有一个地方放不下 一 谎言 究竟 二 没有道理的 内疚 没有道理的自责 我想问你几个问题啊 你见过他的儿子吗 没有 你见过他的父母吗 没有 他有朋友吗 没有 只有你吗 对 他为什么不理你 去见这些人呢 我不知道 你要求过见吗 要求过 这么多年不联系吧 就基本上等于断了我 这现在的朋友就是 当时要在一起嘛 就是算朋友 如果几年不见面吧 就行动路人 你领他见过你的朋友吗 见过 你领他见过你的父母吗 见过 你领他见过你的孩子吗 见过 他们俩感情还非常好 这就有点奇怪了 他为什么把自己 紧紧地包裹起来呢 不知道 也许他 造作他的生长环境吧 他什么生长环境 他说他六 小的时候呢 出生就送到姥姥家 离开父母 到六岁的时候 接回北京上学 后来老父亲呢 心情也特别不好 经常呢 就是拿他撒气 经常揍啊 就是错也揍 对也揍 心情不好说也揍 这都是他给你讲的 对吗 说到了十二岁 他实在忍受不了了 他就离家出走了 好 那我来听听先生 怎么说这些事 你休息一下 好吗 帮我把先生请上来一下 我想先问您一个 最关键的问题 您想和刚才这位女婿结婚吗 想 也就是你深深的爱着这个女人 对 我们俩说实在法 没有什么矛盾 如果不是这个谎言的话 我们俩真的没有矛盾 那我就想问一下先生 当您跟这位女士产生感情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 你起码应该先结束那段婚姻啊 实际上 就是说在我没跟这个 就是现在这个 女友 认识以前吧 我就已经跟我前妻谈论过这个问题了 我们俩这个矛盾吧 就是产生于就经历有十年了 对 那你谈论过和最终 谈论过吧 就是 我前妻就是一个条件 三十万 你跟我钱 咱俩马上就去离婚 可是在当时来说呢 我根本就一时拿不出来这钱 当时我知道她有 她前妻的事情 我特别有愤怒 那时候我们住在天津 她的色了 我真的都想跳楼 我不想活了 你知道吗 当时不担心她们两个女人接上伙 不担心吧 我觉得这俩人都比较理性的人吧 因为一个要物质 一个要现实的生活 所以就说俩人呢 就是说这个要求不一样 她总觉得 她对我百分之百的了解 她觉得我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你这样两头做的话 会不会觉得两边都对不起呢 现在来说 我是感觉到两边都对不起 如果我前妻要不去世的话 我觉得我好像 就是尽到我 就是说养家的责任 是这样 就是当生命逝去的时候 我们可能什么都能理解和宽容了 而且你想想 如果你们最后闹矛盾这十几年 你给她的是一种幸福生活的话 也许她的病不会这么快 她前妻去世的时候 新年特别难受 我比她难受 对以前吧 只是一种就好像有愧疚似的 但是说对以后吧 又好像在感情来说吧 就是随着矛盾的激化吧 好像就是说比较淡漠了 但是淡漠吧 我又觉得吧 因为她吧 在当时来说在新疆那吧 是比较高层次的 新疆百名创业执行 自己经营着一个母婴护理中心 就是说她为我把这一切都放弃了 我总觉得吧 现在应该不管怎么说 从责任从就说猴脱地来说吧 我应该负责到底 我是没有退案 我回家我家人不接受 也就是说您认为有的时候感情已然淡漠 但是为了责任你必须要娶她 对吗 娶是必须的 但是感情我觉得还可以再培养 但是我挺担忧的 我觉得可能是我心里出问题 是吧 你如果像这样子 以后要是走到一个 她再骗我 我怎么办 你在没有给她坦白这一切的时候 你能睡她是吗 就跟刚才我跟你说的 就是说在第一个谎言的时候 就是说在我们俩那时候 在网上认识的时候 实际上我的名字吧 就是那个QQ号的名称 然后她就问我说你叫什么 我说我就叫这名字 然后所以就说从那以后啊 就一直管我叫那个名字 我就一直没有去跟她说我真实姓名 真实姓名 然后就说到了她那个地儿吧 然后她把我介绍给她的朋友什么的 都是以这个姓名去介绍的 但是那时候我想跟她说改吧 但是人家都管我叫那个名字 我觉得好像还就那么叫吧 那你跟她在一起之后 你会不会觉得 你这样那总想解释一下什么的 总想 实际上吧 就是说从我到了她那地儿以后 我就一直想跟她把所有的事情解释清楚了 但是又觉得好像就是说我跟她一解释吧 我要怕她好像受不了这种谎言似的 所以就好像就再接着编编吧 再编一个谎言吧 要说当时肯定是接受不了 但是我会原谅她 因为毕竟我们这一年多的电话 通电话什么的感情还是有的 你认为她现在还能谢谢你吗 信任度可以说为零吧 但是每一件就是说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去给她证明 求证 对 有些事情她证明给我看 她没有再骗我 但是对我来说 我的心里好像解不开这个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要不要结婚对吗 实际上我们俩都认可结婚这个结果 但是现在吧 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 什么问题 就是说在去年12月份 叫我前妻的母亲到北京来 我说这个死亡证明 我说你最起码应该是给我吧 因为我应该是第一个继承人吧 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 对不对 按理来说应该是第一时间通知到 通知到我们是吗 我通知到你了 你去不去 那是另外一万事 把那个住院费的单子 跟医药费的单子都给我拿出来了 大约有十四五万吧 这钱你出得起吗 我出不起 但当时来说我就跟她直接了当地说 我说我没有这个能力去偿还你这个钱 但说以后我要有能力的话 我会一点一点去还你的 你们的经济并不是很宽裕对吗 对对对 相当窘迫了 你现在工作吗 说实话我今年是43岁 找工作已经很不好找 基本上算没有固定的收入 只不过就是说平常干一些打一些零工吧 你做什么零工啊 就是一般去给人修电脑啊 什么单位啊什么的 今天我们俩来都是她早上四点多出去打去给人家修电脑 挣了50块钱我们俩才有路费来 那您的女友呢 她现在没有工作 那你俩每天在家都干嘛呀 她基本上就是每天都在家 像我呢基本上从早上起来就要出现到晚上很晚才能回来 一个月能赚多少钱大概 大概是两千来块钱吧 两千多块钱 在北京你们要租房子还是有房子 租房子租到地下室一个月八百 本身我想就说按正常人的话 就是我们现在应该跟她 她应该带我回家的 是吧 但是呢 她不带我回家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过的就是说生活吧 属于那种赤品了嘛 我觉得应该属于赤品了 嗯 就跟昨天她发烧 我摸着好像大约得有40来度吧 但是我没有钱去买药 就给她买了一袋普尔西充 我没有钱去买药 所以我觉得真的就好像 汇疚完前一个女人嘛 又汇疚又对现在这个女人 又特别特别愧疚 觉得真的 她跟我 跟我以后吧 就生活的很不容易 谁想说今天来 我都不知道我要穿什么 因为我没有衣服 我跟她说 我说她也知道 过去这种人家的衣服 都比现在穿得好 现在不是说穿着一个漂亮 或怎么着 只是一个折风倒雨吧 怎么过到今天这样了呀 按一般呢 就说从这个少年到青年到成年以后吧 她都是有一个生长的过程的 她就是说都要受到父母的 或者亲戚朋友的影响 在年轻的时候会积攒一些钱 或者一些实力吧 但我呢 我是等于生在一个比较特殊的家庭 你的女友告诉我们说 你的父亲小的时候对你经常打对吗 对对对 我十二三岁就离家出本了 就一直在社会上 一边挣钱一边上学 您高考的时候考多少分啊 是540分就可以上这个学 当时的540分 那个马剑老师 您高考的时候考多少分啊 差不多540吧 您也考540分啊 您多大年龄啊 45岁 我85年上大学 你八几的 我是87的 当时的540分算高分对吗 对对对 在原来那个学校 只有我一个考到这儿了 你有没有想过啊 咱要赶紧改变这种生活状态啊 想过啊 可是 你为什么不让她去工作呢 她那么有能力 能力是有 但是说我们的生活这个接触面很小很小 认识了朋友基本上为零 有的只是就是说在大街上贴的广告什么的 我说好多渠道吧 我们比较闭塞 就是说知道的不多 不管就是说她 能不能正着前后者怎么着 我们俩 我不会去跟她计较 因为她前期说过 他们俩吃半张饼的时候 我们俩同样也受过这样的苦 从职业的角度来说 您这个专业 没有得到尽情的发挥 但是您这个说谎的比较职业了 可以说恋中来了吧 先生 我认为现在你需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 怎么样让现在的女友恢复对你的信任 两个人进入那幸福的婚姻状态 这是我们期待的 第二呢 我觉得你们两个这样的素质 在今天的市场经济条件下 过着如此拮据的生活 我们看着不老人 是不应该的 其实我觉得如果说这位先生 您要真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的话呢 我觉得今天这个问题 其实也简单了 可能就说我大不了从头开始算了 如果说这位女士 今天是一个事业 还像之前那么成功的女士的话 我觉得这个问题也简单了 因为大不了他说我虽然这个 就是说感情失败了 但是我没失去什么 但是他是为了您 为了这段感情抛家舍业 这段人把什么都放弃了 然后什么都放弃了 所以他现在当一切答案揭晓的时候 是一个谎言 没有退路 对我觉得作为一个女人 这个心理上是无法承受的 所以可能您对他来讲 就是说我是编着编着 我不得不编下去了 可能您的出发点是善意的 但是我相信对于这位女士来讲 这个打击是很巨大的 因为她的付出的成本 是跟别人都不一样的 可能很多我们之前 有过一些恋爱的这种欺骗 可能也就是说欺骗过后 我们可以哈哈一笑没问题 因为她没有失去什么 但是我觉得现在她失去了很多 其实这也是男女 对待爱情的模式不一样 或者心理状态不一样 女人可以抛弃一切 去追求一份爱情 但是男人通常 可以抛弃爱情 去追求别的一切 这就是男女就有差异的 其实这位男士 你的说谎真的付出代价 我坐在你身后的时候 会怎么老对你打问号 你说的每一句话 都打一问号 这就是说什么样 女人通常是敏感的 然后可能你一次是贴上了 被贴上了一个 有说谎嫌疑的这样的标签以后 可能再摘掉就会很难 而且有的时候有一个特别不好的一个结果 就谎言重复上百遍 就变成一个事实了 就在你内心都成为一个事实 这是很可怕的一个事情 所以你说你的信任度在那个未婚妻啊 或者说女友这成了零啊 我觉得可以理解 而且她的心结现在这么难解啊 我觉得你还都是责任在你 所以说解零方须信零人 你在这方面付出的努力 可能是解开她心结的法宝 我解读出来的内容是 你们两个人实际上 现在还是有很好的感情的 但是刚才司马老师起了个话头 你这样有知识的人 对方也这样有知识的人 怎么过着这样狼狈不堪的日子 那么现在你如果想未来 能有个很好的生活的话 我个人给你的建议 或者我个人的看法是 对过去要有个很好的总结 自己哪做的不对了 现在排都接底了啊 谜底都揭开了 那应该是有个总结的 现在女同志女方对你不信任 你如何建立信任 这是首先你要做的一个功课 更重要的 你如何很好的来规划未来 因为你现在说大吧 已经是蛮大的了 说小也的确不算小 那么这个年龄四十多岁的人 我觉得你还是应该 有一个专业工作才行 哪怕从最低端做起 您的生活圈子对它是封闭的 您是自己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 无论是老人还是子女 朋友比前同事同学 他都不知道 一般而言 我们往往爱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愿意把他带入我们的生活圈子 这样的话呢 我们觉得很骄傲 还有一种情况是我们不愿意带的 就是觉得他给我丢人了 我相信您不会这样去看 有可能您觉得我今天的状态 在朋友面前 在老同学面前可能觉得 为什么没有带 能回答一下吗 就跟马俊老师说的 有点太那个 好像混得比较惨 他现在混得不好 跟人怎么去交往 因为人家像我们原来的 就大学同学们肯定不会 朋友啊什么的 现在基本上都一般是 不能说事业有成吧 但是说也进入一种小康的生活了 当然 而我呢 却一直在飘泊之路 那你的儿子为什么不让他见一下呢 我不是不让他见 在杭州 是没有办法见到 因为他大学毕业 还没毕业 他今天打三 打三 孩子的学费谁在出 一直他爷爷在出 也就是你的父亲 对啊 我们先把这位女士请上来一下 来 你有没有想过 你要赶紧出去工作啊 他不让我出去 他为什么不让你出去 就是说在我们现在所接触的 这个圈子里边 就是那个社会的氛围里边 所有的招工 以他这个年龄 只有去当保洁去 只有去打倒卫生去 我跟他说过 我说哪怕你换一个工作 因为我就是做这个 在他这年龄吧 就是说一个对这个身体吧 有很大的 你那是这样这个原因吗 是 在一个他怕我出去受气 看我五大三 所以我的性格特别弱 他老怕我出去受气 实际上我也受过气 你有没有经常怀念过去 那些比较宽裕的日子呀 有 经常 有时候我也会情不自禁地 就跟他说 过去怎么怎么怎么着 你觉得为了爱情 用直和不直 可能都不能说明这个问题 他问过我 你怎么回答的 我说直 直信了那时候他 我还不知道他在骗我 现在如果我再问你这个问题呢 现在我觉得一切都过去了 要单从感情上说也值 但是我心里放不下 我的心老是像 被一个手紧紧地攥住一样的 我虽然深呼吸 但是还是放不开 心特别紧 你现在希望跟他结婚吗 我想跟他白头到了 先生您想结婚吗 我也想 实际现在吧 就是说最后一个误会 就停留在这了 就是说这个死亡证明 可能我要拿这个死亡证明 去派出所 还是要去更改我的婚姻状况 但是这个死亡证明 现在只给我寄了一个复印件 人派出所要原件 我给我前妻的母亲打电话 跟我破口大骂 要原件 你只得到东北来拿来 我给你 想让我寄过 那是不可能的事 你得把钱还我 那你就去拿一下不得了吗 问题就是说 根本就没有那个 就是说去趟东北 需要不了多少钱 也就是七八百块钱 但是我没有那能力 去实验这个愿望 所以我现在那个朋友 就老说我吧 是还接着在拖 还接着成亲 不去 我跟他说 我是实在不明 咱们去办假证 办什么假证啊 就是一个死亡证明 我也跟办假证的打过电话 也见过面 他那个假证 好像做得太假了 就我都看出假来了 你想在派出所 能看不出假来 你幸亏没去办 你要再去办个假证 麻烦了 这是更多的事情了 但是究竟他们的问题 该怎么解决 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 五位老师 各位老师 先用最简短的话 说一下最基础的一个认识吧 四十多岁还肯老 名校毕业没混好 爱个女人编谎话 学非所用修电脑 让我说你什么好 今天需要心理疏导 也需要就业指导 我觉得他们两位 尽管都受过高等教育 但在认识问题 处理问题上很幼稚 他们要改变 对这种生活的认知 我感觉这个先生 似乎是语言的巨人 行动的矮子 因为他愿意让自己女友 在家里不要出去受气 他描述了很多 但是能力不及 我们其实每个人都在说 重新开始 这个话说起来特别容易 但是我相信 对一个四十多岁的人来讲 特别难 其实我能够理解 他现在心里的那种处境 说我已经四十多岁了 现在刚毕业的大学生 可能找工作都很难 到了我目前这个状态 确实在择业问题上 会出现一些障碍 尤其他会说 他不舍得让女朋友去受气 其实这就是一个人 曾经在高处 你现在让他走到第一处 重新开始 这其实是一种巨大的心理落差 其实是非常艰难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觉得 还真的没有别的办法 我个人认为这位男士应该重建信任感 他与这位女人之间的这个信任 应该是他们俩之间的关系的一个重中之重 那么这个死亡证明应该讲还是有必要去办的 我觉得你说强调没有盘缠啊 如何如何仍然显得好像在拉什么理由 一个人想证明自己的清白 其实只有一个就是最好的方法 就是拿出想当当的一个证明来 程区律师我问一个专业一点的问题 如果这个前丈母娘说 我不愿意把这个证明给你 她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拿到这个证明呢 是不是能去补开一份 这个我跟医院也咨询过 他说这个死亡证明一个人只有一份 你不要开死亡证明 就是说让医院再给你开一个 对 我曾经这个患者是在我这去世价的一个证明 对 这可以开 应该下决心去办 说句不好听的 刚才我又一点点冲动 你说你在说路费七八百块拿不收 我得了我兜里掏给你得了 但问题就不解释你的问题啊 而且这个先生其实在自始之中 跟这个女友的关系上 我认为她的态度是不明朗的 也就是说你没有给对方一个 特别明晰的这种态度 人的这种一拖再拖 其实对于女人的心理上 是一种很惶恐的这种伤害 她会想 她是不是真的不想跟我结婚了 我是不是抛家舍业 我真的看错了人了 其实我觉得对于女人来讲 心理上是特别惶恐 特别无助的一种感觉 是这样吗 是 我想问一下 就你身边的人 他们今天知道这些情况了吗 我现在所有的情况都没敢告诉你 没法告诉我家人 是因为我父亲的心脏一直不好 我心身体也不好 不敢告诉他们 前两年打电话 他们都不接 也不原谅我 最近一年吧 好像还有点缓和 打个电话还能说两句话 尤其是过年的时候 给我父母打电话 我父亲特别耿烈就说 你好好的 我们最担心就是你 如果你再有点什么时候和你妈都活不了 你出来几年了 三年多了 你从来没有回去过吗 七年有回去过 你有没有想过认真的去跟父母谈谈这些事 我怎么办 除夕那天晚上你是在哪里过的 第二天 你没有去看父亲吗 没有 春节也没有去吗 没有 你跟父亲的关系很糟糕吗 可以那么说吧 他帮你养着儿子呢 你好歹应该去看看他 而且是独子 过年过节没去看老家 你能告诉我为什么会这样做吗 因为我只要一回家 我们俩就开始争吵 人家都说老人 亲情感特别强 但是我们家的老人 好像特排斥这种 那我就举个例子 如果今年春节你提了两盒点心 回去看看你爸爸 他能把你赶出来吗 差不多吧 就是你爹把你赶出来 你要再回去 因为那是爹 况且你有没有想过 老爹在帮你养着儿子 但就这一条 咱不说养育只能 人家养第二代了 你有那个四面楚歌的感觉吗 差不多吧 现在就是那种感觉了 你父亲会给你打电话吗 不会 他生病了会告诉你吗 不会 谁在管他 他没有其他子女 没人 你说没人 这两个字说 怎么那么坦然呀 因为我跟他无数次说 我说不行我回来去刺劳你 他说我求求你了 等我死了 就一了百了 在我没死以前 你就别回来了 就完了 以我的看法 处理您和父亲的关系 这个重头戏在您这边 只要您这个角色演好了 这个父子关系会改变 如果说您觉得父亲 他已经是倔老头了 你说我感化不了他 但是您的儿子现在还是处于上大学的阶段 而且他的母亲刚刚去世了 他现在是很需要有这种亲属关系 我觉得如果说您能够跟儿子处好关系的话 您的父亲可能这块就能够软化 对 儿子可以帮助你去做爷爷的工作 问一下这位女士 你经常看我们的节目吗 我看了一年半了 你对我们的这些嘉宾都很了解吗 对 你比较喜欢谁呢 我都喜欢 比较喜欢王导 您怎么老提他回答关键问题呢 今天王导没有来 你会不会觉得稍有遗憾 有一点 那你愿不愿意先到观察室里去思考一下 可以 在观察室里你还可以见到你比较喜欢的王导 我要在这里说明一下 在录制这期节目的时候呢 因为这位女士呢 一直说她对我们的节目中的王导比较喜欢啊 然后我们也请王导在我们的导播间里 一直在认真的观察这期节目 到底这位女士该怎么办呢 也想请王老师呢 给她一些建议 你自己觉得你是一个很会处理关系的人吗 对外吧 好像还行 但是所以一到家里边吧 就一点都不会了 可以说 尤其就是说对父亲啊 对孩子啊 对就是说一些亲人吧 就怎么也处理不好 你这个不好的不是一般的不好 是相当不好 作为一个男人 最重要的三个角色 儿子 丈夫 父亲 还有比这个更重要的角色吗 没有了 那么您这三个角色都没有处理好 我认为您自己要承认 问题就在您的身上 我认为首先你应该放下这一段故事当中的这种故事 因为你不断地提到说 那一个事件的发生 总觉得跟自己多少有一点关系 如果说你跟他商量好的去把另外一个人气死 说咱们结婚吧 那我相信我们坐在这里都是现在这样一个谈话状态 所以你大可不必为已经过去的事情去承载这种压力 在做心理咨询工作呢 我们往往会要分析 分析他的成因 可能有若干条线 而第一条线我们寻找的就是家庭这样的方式 当然这位先生也强调了一下 就是在他幼年的时候 可能经常会棍棒教育 那么在那个时候 应该说在他心理上 已经留下了一些很大的创伤 我相信一个六至十二岁的孩子 如果父亲拿着棍棒就打的话 一般孩子都会采取跑 习得了一种我遇到问题 我就采取躲避的方式 那么就开始跑 在之后的 无论是面对婚姻 面对跟父亲之间的关系 以及面对儿子这样的关系的时候 他就采取一种习惯性的逃跑的方式 回避的方式 那么我想呢 任何事情他的因果 我们要去做一个考虑 当然了 对于成年人来讲 尽管过去的经历是一个牢笼 把我们限制起来了 但是成年人总是有认知的 我们要重新砸碎 原来束缚我们的这个锁链 我以为他是那种 没有把日子过好 而懈怠生活的男人 以无法面对这样一个理由 自己告诫自己 回避总比面对强 我有一个建议 我觉得解决你和你现有女友的问题 是首要的 就是说建立信任感 或者说重新建立信任感 然后尽快结婚 结婚以后呢 去到老父亲那儿 父亲请罪 恢复和老父亲的关系 进到照顾儿子的一个义务 毕竟你过去呢 可能抚养的比较 欠债较多 欠债较多 那么就有一个 同样对孩子也有一个 重新要建立感情的 这样的一个义务 是吧 所以我觉得你的根上呢 还是这位女士 因为看样子 你们俩是谁离开谁 也挺困难 那既然是这样呢 那就是把这份爱情 进行到底 进行到底的前提呢 就是这位女士 她得建立对你的信任 同时你还在 在领结婚证的过程中 需要一些什么样的手续 你要去完善 然后呢 再重新开始一个新的生活 那么你想就是 像老父亲请罪也好 还是对儿子 进更多的义务也好 其前提 还是得增加 你们俩的月收入 靠两人的双手 能够多赚一些钱 然后把自己的日子过好 然后把整个家庭的 这个氛围搞好 我以为作为一个女人 你现在 首先是应该鼓励她 去梳理 曾经没有处理 而必须应该处理的 每一件事情 比如说儿子问题 父母问题 家庭成员的矛盾问题 您就记住 你们家只有把 她身边的这一团乱麻 全部捋顺了 你在这个 旅顺的这个麻省旁边 走路的时候 你会舒服 因为她顺了 你就相对更容易旅顺 其实我觉得像目前 这种状况 不如就说您和女友两个人 先把经济状况搞好了 比如说您跟这个老父亲 已经很多年没走动了 跟儿子也是好多年 都没有这种来往了 但如果说您现在就说 我经济条件 稍微富裕一点了 我每个月给老父亲 几百块钱的赡养费 我相信这个老人 肯定不会跟钱过不去 他肯定不会给您扔出来 然后时间慢慢长了之后 我觉得这个父亲 能够看到您的这种行动了 他会有一定的软化 因为他之前老觉得 我自己的儿子没出息 达不到我心里的 那种预期的目标 但是如果您能够实际行动 先跟上的话 我觉得这是一种最好的说服 对 你看我儿子虽然没有大出息 但是我儿子 怎么这么懂事 有变化了 刚才那王导一直在观察室里 跟这位女士交流 现在带着几个问题 他想问问你 可以吗 可以 来 我如果要给你提个建议的话 你真想让你的女友 跟你开心地度过 这个后来的生活 我以为你应该 首先把你父亲 和你儿子这两个问题 处理好 处理好 而不是 从心里就不愿意去处理 我看到的是 其实你未见得 你愿意把这东西处理好 你认为你没有能力处理 没错 您千万不要以为 我跟我父亲的矛盾 跟我前妻的矛盾 和跟我儿子的矛盾 和现在女友的矛盾 不是一回事 我认为 他们其实是 有相当重要的关联 关联在什么地方呢 你有习惯性逃避的这种 前科 野号前科 家里过不好逃了 父亲打我逃了 儿子呢 你我负担不让你我逃了 那现在你女友 凭什么就相信 你们两个的这种关系 能够长久啊 更何况此前 还有另一个前科 你曾经撒过谎 而且精心编织了 一个天大的 硕大的谎言 现在你的女友 虽然对你非常爱 套家舍业追随你 但是他心里 没有安全感啊 因此 您要让他踏实 您必须有实际行动 这个实际行动 就是呢 你要千方百局去解决 你认为不可能解决 少八百块钱 或少七百块钱 不能够解决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围绕在他们中间 看似是很多欺骗 要谎言 种种问题 但是我觉得这个男士身上 最主要的就是一个经济的问题 其实对男人来讲 经济上如果说这个实力雄厚了 很多问题可能就是迎刃而解了 所以我觉得对这位先生来讲 可能他现在就觉得说 我是需要保护我的女朋友 但是我认为你现在这种保护的能力 是不够的 现在我帮您梳理一下 您看可以吗 可以可以 第一 这个节目播出之后 我们也会尽力的去帮您和您的女友 寻找你们适合的工作 如果有的话 希望你们俩都能在你们的工作岗位上 努力工作 好不好 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认为 能够帮助他们 或者说觉得他们的这个技术 可以在这个工作中实现他们的自我价值 或者说包括你的一些老同学 如果能够帮助他们 我们也真的希望 不希望他们这么窘迫的生活下去 这是第一 第二 在你和你的女友现在的情况之下 我不建议你们立刻结婚 因为不管怎么说 那个人在去年的12月份刚刚去世 我们要想 我们怎么才能让儿子心里舒服一点 我们面对儿子 对 所以我真的不建议 我认为至少应该有一年的时间 而这一年恰好是你们俩互相很好的一个考验的阶段 但是你必须给你女友以安全感 但这个一会儿要请这个 金一老师跟他的女友把这个意思交流一下 第三呢 我觉得在你的父亲和你的儿子的问题上 您自己要好好地想一想 也特别请那边那位女士要好好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可不可以 可以 这三条您都觉得没问题 对吗 没问题 好 为了让白女士清楚了解场上 大家讨论得出的结果 主持人决定让金一老师到观察室 与她做进一步的沟通 我觉得你现在就是 当务之急要做的事情 是你出去工作 活你自己 然后翻过头来再看人生 你就清楚了 明白吗 好多事情不要急于得出一个结论 有些东西你不是着急就能够得出来的 当你出去生活了 你有自己的收入了 接触外界了 然后你那个时候再翻过头来审视你们俩的生活 以及生活中你的种种疑问 可能很多东西 真的这个结论不难得出 很快 不会太多的时间 而且这一段时间可能也留作她去完成其他老师的那些建议 但你千万不能够站在那地下室里那么落着 经过专家的调解 白女士和刘先生都表示 愿意接受专家们的意见 做进一步的调整 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解决目前的困难 最终携手走进婚姻的殿堂 而在接下来的这个家中发生的一切 任先生有一个22岁的儿子 虽然已经到了工作的年纪 可儿子却没有定性 三天两头的换工作 让他们十分着急 无论父母怎么劝说 儿子都坚持己见 他就是平衡跳槽 然后家里想帮他找一个什么工作吧 还不愿意家里 特别着急 就在他们焦急不已的时候 儿子的另一个举动更是让父母不知所措 不愿意在家住 我们家也有房 爷爷奶奶家也有房 让他住他都不住 最近为孩子的事特别操心 特别着急 孩子多大年龄了 22了 为什么为他操心呢 他总是频繁跳槽 然后家里为他找一个什么事吧 还不愿意让家里给找 他上一份工作是做什么你知道吗 在百事可乐做业务员 那不挺好的一份工作吗 就是因为他学历本身低 本来是我们家里脱人脱关系 给他找的这份工作 觉得是挺来之不易的 在这些工作当中呢 是一份就算不错的了 这些工作 也就是做过很多工作 特别多了 都数不过来了 比如说做过什么工作 做过保安 做过商场销售 在肯德街打过工 总是这样干来干去的 我们觉得挺好的工作 这孩子就是不适合的 他就不敢 现在老是临生工 老干临生工 您觉得他频繁 换工作什么原因呢 所以我们就琢磨不透 刚开始的时候 挺好的兴趣高涨 说我喜欢 干过两个月就不是这样了 就干够了 总是找出这样的理由 那样的理由 就不干了 让你挺着急的 挺着急的 工作不是自己特别喜欢 所以辞了呀 我是没招 我怎么管 现在他在上班吗 现在在上 那你觉得他现在喜欢这份工作吗 他自己说不喜欢 这又要换了 又要换了 这回要换到哪儿啊 问他 他还说没想好 但是家里前些天给他就说联系的 应该还算不错的 他不干 说不出什么理由 就是不干 然后就愿意自己找的 人家孩子都找正经工作什么的 我们那不找 上股险因的不去 我觉得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 多换点工作不是也挺好的吗 但是我觉得他已经养成习惯了 因为如果形成习惯 也不是什么好事 如果说跳槽 往更高一点跳 咱们当然可以跳 他因为就是没有目的性的 我特别能理解 在一个固定的一个岗面上 干的时间长 会对自己的帮助是有多大 这点我特别理解 我跳槽的原先 绝对不是因为我习惯 所以才跳槽的 最长的工作 做了多少时间呀 那还得说他在职高的时候 那份实习工作 因为必须要执行一年之后 才给毕业证 那是坚持下来的 做了一年 剩下的就没有了 剩下都是一两个月 一两个月 一两个月 三四个月 不算特别短的话 这是第七步工作 家特别短 那可能得有十份 那现在孩子跟你交流多吗 我觉得相对来说 我跟他交流的还算多的 跟他妈说话多 跟我没什么话 你们住在一起是吗 最近搬出去了 搬出去了 为什么搬出去呢 因为在百事可乐公司 干的时候 我们家里都希望他干下去 他说什么也不干了 工资都不要了 就不干了 就一个月的工资 我不是特别在乎 更在乎自己的工作应该是 说那个 这工作我也不干了 这家你们不是希望 我干这工作吗 那我不干 那意思我也没法在这家待 有一部分原因 可能是因为那份工作 不想干了 所以他也搬出去了 就觉得挺自由 挺自态的 然后跟别人就说 觉得家里让他压抑了吧 就跟别人 这个孩子的抗击打能力太差 比如说领导批评一下 他就觉得不行 那这工作我别干了 领导还不怎么批评他 因为他是一个 做事特别认真的孩子 我觉得领导不会 过多的去批评他 那为什么他 无缘无故就会换工作 你也没有想过 他说不喜欢这份工作 就是 兴趣是第一位的 所以两次他还搬出了家 那他现在住在哪 你知道吗 住在东四环大交亭附近 或许对于平常的母子来说 发生摩擦可以沟通解决 但对于杨女士而言 却无法实现 原来杨女士与任先生是再婚 这个并不是他的亲生儿子 任东12岁的时候 杨女士来到了这个家 对于这个妓子 关怀辈志 甚至比对待自己的亲生孩子 还要疼爱 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母子情 却因为妓子工作上频繁跳槽 而毁于一代 如今妓子的出走 更令他伤心不已 说实话 我是她妓母 跟她父亲在一起已经十年了 我也挺生气的 因为我是后妓母嘛 你跟别人都这样说 说这家我要搬出去住 我不建议在家待 我说你会给别人一种想法 这妓母 对你在家待不了 那你要那样说你就出去住吧 时到时到东西就走了 就真走了 真走了 然后说实话 算是被你轰出去的吗 反正我这样说一句 她在我不说之前 她也这样 也一直自己也是这样说的 你觉得孩子会跟你怨气吗 这件事 她也一直就是经常的搬出去 租房子 我就挺心疼孩子的 我就给她打电话 我的孩子不跟着我 在老家呢 跟她父亲过 也就是说您离婚之后 遇到现在的丈夫 然后为了这个孩子之后 你们再重组家庭之后 没有再要孩子 没有 因为咱们普通老百姓家庭 再要一个孩子也是挺吃力的 那么对这个孩子 因为你进这个家 不是他已经12岁了 最后赶上他青春期历反期 你觉得难处吗 很好相处的 因为之前给他父亲 介绍过几个人 他都不接受 因为他不接受就算了 我跟他一见 他就告诉他吧 说这阿姨行 原来就他来之前 我搞了对象 他往中哄人家 一见如故 跟我然后就没有说 让我感觉挺不好相处的 比我爹相处还好 他都挺听我话 然后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冲突 没有隔阂啊 跟自己的亲人一样 他为什么只上了中专啊 因为我觉得现在好像 差不多点的家长 都会培养上大学呀 他那个学习成绩不是太好 就没考上一个好的高中 后来他就没有自己说 我想上大学吗 成人高考他报过一个 然后学费都交了 等到学过几天 也是觉得没这儿有难度吧 就有没趣 我没参加过成人高考 我没考过 我想先请各位专家 就我们听了这位妈妈 这位继母的介绍之后 你们估计这孩子 是什么情况之下 经常换工作呢 来 建一老师 我觉得这在年轻中 是普遍现象 似乎没有特别不正常的 可能还是和他的性情啊 他从小长大的环境啊 还有和他的爱好啊 等等这些有关系 可是一个人的这个工作 两三个月就换的话 我觉得这个不利于心态稳定吧 行为和习惯的确有着 特别广泛的联系 所以说呢 跳槽其实并不可怕 关键是每一个跳槽 一定要是螺旋形上升的局面 如果要是就跳的没有价值 没有意义 而养成了一个坏习惯的话 是不利于将来职场发展的 来 斯马老师 我有点不同的看法 我觉得家长可能过滤了 而建一老师呢 多半从职场一般规律出发 来讨论这个问题 我从一个人进步的角度来说 不断地换工作啊 关键不在于换 而在于他因为什么换 如果因为到那之后 人家炒他的鱿鱼 干不下去了 那这是个问题 如果说他自己主动撤离 那这个孩子可能呢 胸有大志 志存高远 你们没发现 之前所有的工作 全都是我把公司给炒了 没有公司炒我鱿鱼的 您换过多少个职业 有印象吗 我换的工作很多 比如说您做过什么职业 我帮您例数一下好不好 我做过导演 做过演员 做过制片 还做过剧物 也送过盒饭 我还做过董事长 而这董事长期间呢 我见到过一个这样的孩子 进门的第一天就跟我说 我来就是试一试 我觉得舒服我就待着 我不舒服我可能很快就走 我说其实很多工作 都是由不舒服到舒服的 我完全不同意斯玛老师说的 什么极强的适应能力 志存高远 我就觉得他太随性 太没有责任心了 一个孩子说还没怎么工作呢 就走了 他有很强适应心吗 他心存高远吗 我认为他根本就眼高手低 不屑于做好自己所从事的工作 太同意陈旭老师说的 问题是 陈旭律师这点话呢 我稍感觉有点家长作风 但是我觉得我对孩子的了解 就是陈旭老师表达出来的 正好是我要表达出来的 但是你作为继母没法说 对 我还不敢死白咧的书 他姑姑说的要比我狠 训孩子骂孩子 我只能说用另一种方式 跟他沟通 听姑姑 对 来 大姐你好 这孩子 您这个做姑姑的 可能是对他有很多关爱 孩子给我们的编导表示 和您感情很好 对 那我也是经长了 说的 他也不 他不顶嘴 那你怎么老嚷人家呀 他做错了什么的 我就说他吧 他不顶嘴 你觉得陈旭律师说的 对吗 对 对 那你跟这孩子平时说的时候 你觉得这孩子是一个什么性格的孩子 他就是不顶嘴 挺老实这么一孩子 到时候他有他的主意 您给我讲讲他怎么有主意的呀 这可乐公司这个我们都说了 是好的也不行 赖的也不行 怎么翻过来调过去 说咱们先吃点苦 慢慢慢慢的再怎么着 他也不顶嘴也不说 到时候最后还是辞了 好像有一次还因为一个什么信用卡 还是银行卡的事 你也特生气 对 夏天穿的也少 他不是老跑 外的跑业务 不是 他把身份证好像是丢了 后来我说你别老装的了 你用多少钱 咱们随身带着零钱整钱的 你把这卡搁咱们家 搁哪哪 我不要你 没人要你的 你没钱了 你什么时候说我用卡 我用钱 你再拿卡取去 孩子是跟你住一块吗 那是夏天的时候 因为他工作离我这近 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没钱了 他把钱取走了 我说你卡不是在我这呢吗 说他那一挂尸 一挂尸把钱取走了 我说我还拿这卡有什么意义 我给你吧 你整起我给他了 你怎么挂尸 我这转账了 你就人家用钱 没管你要 不要 那他为什么不管你要呢 平时其实夏天的时候 我还净给他 零的整的 我说你装着点 外边也热买点冷饮 什么冰棍的 有时给他 那天什么时候 好像取了两次 什么时候我才知道 其实我想表达的意思是 没有必要把卡 够在家里边 钱钱卡放 都是很普遍 很正常的 我觉得是 这个姑姑 您这段叙述 我能做两点解释吗 第一点 您这姑姑 从小照顾这孩子 感情很深 关怀备质 若干细节 生动感人 但是第二点 他多大了 您还记他管卡 不能用管 12岁孩子的方式来管 22岁的小妇子 可能您在心里边 因为进这家了十年了 会不会就绝对 把自己就融入这个家庭了 包括跟这小姑子 应该处得也不错 对 您这嫂子 平时跟你们家人处得怎么样了 都挺好的 所以我媳妇对孩子 对老人特好 可满意了 可满意了 真是 比他那个妈都满意 真是 真是 既然我来这里 我就是为自己做检讨来的 孩子现在出现这种状况 不管是我有意还是无意的 造成现在这样 因为孩子特别善良 说实话 我挺 从心里 我挺同情这孩子的 那么小就没妈了 几岁还妈妈去世 九岁没的 五六岁的时候 妈妈得病 然后就把孩子 搁到姥姥家了 他爸爸就整天 带着他妈 这看病哪看病的 心情也根本不在孩子身上 一直到我来 十二岁的时候 我们俩去把孩子 去到老人家 把孩子接过来的 所以我从心里 可怜的孩子 同情他 我希望他好 我跟他也这样说 我说 我到这里来 不是说以后 让你找一个好的工作 去孝顺我 我是希望你好 因为 我觉得我有这责任 我有这义务 我跟他父亲 躺在床上 我就说 我说他妈 现在如果有一口气 我在他身边 他妈一定不说 我把这孩子 托付给你 我觉得他妈 最想说的话 就是对就发 说以后他 说有了媳妇以后 可以对我这心 不好 但是这件事 我做完了 我觉得我踏实 就这样 总是换工作 因为年轻人 尤其我们 也没有什么学历 找一份好工作 不容易 你这样 频繁地跳来跳去 最好的年龄段 就过去了 所以他22岁的时候 当妈也好 继母也好 反正是个长辈 你会非常为他着急 他平时会管你要钱吗 我觉得他不善于 接受别人对他的关心 从他能挣钱 他就不向我要钱 我只是希望上 他们能理解我 我有这个能力 自己来养活自己 因为他的那个 挣那点钱 我心里了如指掌 没钱了 我会问他 会给他 他也要 但是他有的时候 如果实在没钱了 他不会说跟我要 他会说 阿姨借我点钱 阿姨 他不管你叫妈吗 没有 一直也没叫 因为开始的时候 大家也说让他改口 我觉得孩子挺老实 挺内向的 在我来的时候 就12岁 孩子已经大了 只是形式上的 叫什么不重要 我觉得 你觉得他心里 别把你当妈了吗 我觉得还好 当面不好意思叫我妈 但是跟别人 他打电话 或者说什么聊天 我会听见他说 我妈怎么怎么的 真是当天哪一样 你刚才说 他好像不太善于 接受别人的关心 对 你看我们帮他找的工作 他就说你们别帮我 给他钱 给他钱他也要 但是不给 他不会说 就觉得情理之中 你们就应该给我的 他不会这样 我都这么大了 哪还有两天跟家里要钱 比如今天我们想去帮助他一下 你觉得他会接受吗 反正我对 您和专家寄予了 特别高的期望 我觉得你们要帮不了我 我都没办法了 有点这意思 就是你们今儿要帮不了我们家 我就不走了 是这样 我就在想了 这个孩子呢 这么频繁地换工作 他也一定知道 他今天这个行为 给爸爸给妈妈 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但是他自己 为什么是这样想的呢 我想我现在听听 这孩子怎么说好不好 好 您休息一下 你想知道我们编导 对你的印象吗 想 就是因为我觉得 外人对你的印象 其实非常重要 编导给我讲了两件事 我来跟你分享一下 第一件事 他去了你租住的那个小屋 你觉得租住的小屋 现在条件怎么样啊 还想挺好的 挺好的 那可是我们编导说不太好啊 是吗 哪不好啊 这里就是仁东口中的家 一间用铁皮搭建起来的房子 在我们来到他家的时候 天气还很冷 可他却只能靠一个小暖炉取暖 每天以方便面充饥 在这间几平米的小屋里 只有一张用板子搭成的床 和一张破旧的桌子 可仁东却在这个简陋的屋子里 生活得很满足 甚至还写下了 一屋不扫 和一扫天下的字样 编导呢以他的这个眼睛看 他觉得这小伙子家里边条件很好 没必要受这苦 姑姑 你们家条件应该还不错吧 是 他们家条件多 我刚才说那个 有那么艰苦的条件 您会觉得很心疼吗 是啊 我们都挺心疼的 就尤其他妈 说尤其现在挺冷的 你还不回来住了 她说挺好的 每次回来 我都觉得她那挺苦的 给她几百块钱 你告诉我 为什么想出去住 出去住挺好 挺自由的 我觉得挺随便的 而且我觉得 像我这个年龄 像我现在跟外边住 是挺平常的一件事 我觉得 好多朋友都是自己 跟外边租房住 这孩子出去 我好像住的一会儿 特别瘦 原来特别胖 我大家养的 也就是说 你很满足于 现在的生活状态 可以这样理解吗 你看她说 她挺快乐的 挺自由的 我觉得我没让她 那么压抑 好 我来说编导 对你的第二个印象 编导说 他们去看了 你工作的环境 在你工作的地方 他们认为 你是一个非常懂礼貌 并且很有工作经验的 小伙子 我觉得不管做任何事情 都要做好 我做事情 一贯风格都是这样的 任何事情都做好 这可跟你妈妈 刚才说的那个 有点偏差 所以我说 家里人不是特别的 了解我吗 给任何人的感觉 都特别乖 但是她骨子里 有一种逆反的东西 这平凡的换工作 这上是事实吧 对对对 能告诉我原因吗 比如我现在还上着学呢 像有些工作 比如需要上夜班 可能跟上学 有些冲突或者是 上着什么学呢 我现在还上大专呢 不相信的 你这个考试什么的 还超小指条的 不正经看书 在家就玩得懂 他们说那个可乐公司 那时候特好 对 可乐那个公司 确实也挺好的 而且还是外企业 是世界物外强的 我主要把那份工作 辞为原因是 我觉得自己 不太适合于 做销售这样的行业 而且我也不是特别想 以后从事销售这方面的 这个工作 那你想从事什么行业呢 虽然我不知道 自己特别喜欢什么 就是想干什么 但是我知道自己 肯定干不了销售 而且我也不喜欢 干销售这个行业 我就问他 我说你什么适合你 他说不知道 听说你最近 又想换工作了 现在上的这个工作 是一个兼职的工作 就一小时工的工作 肯定待遇也不是特别好 也上不了 保险了 什么都没有 你找过工作吗 现在还没找呢 我就想找一个 比现在这个工作 还轻上一点 还简单一点的 因为我现在主要的想法 还是想 还是想再继续学习 再学一些东西 不管是手艺 还是技术什么的 我知道那两下子 他没什么 干不来什么别的 这些想法 跟你父母交流过吗 交流过 当然说过 那他们怎么说呢 不太认为 我能继续学下去吧 他们可能觉得 我脑关比较笨 说那个 我们还不了解你 知道你自己 就肯定是学不下去的 我是只是提建议 因为从小底子特别薄 因为我从小学 也不是特别好 我上小学的时候 学习成绩特别差 但是那时候 学习成绩差的原因 是因为那时候 我并不知道学 现在其实还是挺喜欢学习的 还是挺想学的 你上大专学什么专业 其实这点 我特别要说一下 我当时上那大专 我报这专业的时候 我看没什么特别好的专业 没什么特别吸引我的专业 所以就报了一个英语 报了一个商务英语的专业 然后嘉连就说 那个英语你哪学得了啊 英语多哪啊 英语得背单词什么的 结果嘉连就给我改了 给我改成行政管理专业了 他今天喜欢这个 明天就喜欢那个 你觉得你喜欢专业是哪一类的 可能是理工一类的吧 就或者是技术一类的啊 有的时候 想的东西不切实际 你觉不觉得自己 要频繁换工作 这事挺烦的呀 挺好的 我觉得换工作 可以认识更多的人 而且可以学到 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 一找工作 他会把他所有的工作 都跟人家说一遍 我干过什么什么 你说谁愿意找一个 这样的员工呢 如果我是一个人力经理 我知道你频繁更换过 那么多的职业 我会觉得稍有不靠谱 对对对 我知道 我不会让人事经理知道 我之前换过很多工作的 我只会把这个 你不诚实 必须要这样 我只会说一些 跟现在这份工作 比较相关的 之前的几份工作 觉得他特别不成熟 心理和生理的年龄有差距 让我感觉呢 好像啊 你和我们想的呢 那个经常换工作的那孩子 形象还有点不一样 是这样吗 司马老师 完全正在 家长呢 又于他们的生活环境 他们的经验 还有呢 他们看你总是12岁 这样的一个心理 他们没有意识到 你这样一些想法 所以我觉得 换工作 对你这个年龄来说 未必是坏事 那你能不能这样 在你见人事经理的时候 尤其见招聘专员的时候 他们有没有要过你的简历呢 当然有过啊 我有自己写过啊 那你隐瞒了一些东西 你是如何把它连续上的呢 我只要把我的每份工作的 工作时间加长就可以了 加长 好聪明 有创造性 这样是不可以的 从职业的长远的发展来讲 一个人的长远的发展来讲 你真是太短视的行为了 从专业的角度来说 建一老师说的没错 但是从这个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 如果我是一个应聘者 可能我也会对这个简历呢 做我认为好的修饰 王建一的说法是建立在 企业人事经理的理念之上的 是强调你忠诚于我的 我们对于这个小伙子 工作上的事情一会儿来探讨 我想先问问你跟家里的关系 对于这个继母 你这妈妈你怎么评价 对我挺好的 比如我姑姑对她的儿子 也不过如此 我觉得家里对我都已经特别好了 尤其是现在我妈对我也特别好 你这个说我妈我妈说的可轻松了 但我特别想知道 你为什么 对我平时